我来自四川乐山 我有一个合不可爱的女儿 还有一个爱我的丈夫 啊 这么幸福 可是我女儿和情况不一样 怎么了 跟我们说一下 我女儿一出生 全身都是长满了黑色的小黑点 背部整片都是黑色的 然后腿上也有像鸡蛋那么大小一块的黑斑 上面还长有很多毛缝 就像一种动物一样 医生没说确诊是什么病症吗 具体是什么病我们也不知道 可是在医学上认为是一种癌变 癌就是代表死亡 所以我不知道我女儿还能陪我多久 孩子自己知道吗 他不知道 因为他只知道自己和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样 他一出去别人就叫他小怪物 叫他瘦皮女孩 孩子也挺自卑的 有一次我带他出门 在街上 其他的人看着他 就问他 小妹妹你这是长得什么呀 怎么像猴子似的呢 他别人就哭着跑回家 又跟着躲在家里 对着镜子用剪他 剪自己的毛发 就把皮肤给戳破了 再流血 但是作为一个母亲看得特别难受 那今天来向谁告白 我今天来是向图老师和所有的观众朋友告白的 向我们告白 这第一次啊 为什么向我们告白 是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一起 为我女儿完成一个梦想 让她在这个舞台上 照片亮亮的上一支舞 这个愿望是孩子自己的愿望吗 对 他喜欢跳舞是吧 对 他挺喜欢跳舞的 那现在他是自己想要到这个舞台上来是吗 因为平时我和我老公就挺喜欢看你们这个节目的 有一次我和老公在看电视的时候 开场的时候 姑娘在跳舞 我女儿就跑过来跟我说 妈妈 妈妈妈妈 老公小姐姐好漂亮呀 她怎么那么漂亮呢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我就欺骗她说 我说因为姐姐在电视上跳舞 所以很漂亮 我说 以后如果你站到了 上了电视也一样可以和她一样漂亮 从来以后 我女儿就整天都缠着我说 妈妈妈妈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够上电视啊 妈妈妈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够变漂亮呀 在这我和我老公都会 很无助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保持这个秘密 告诉她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是最低天真 最可爱的天使 希望我们别说是吗 那么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帮她实现这个愿望 所以对大家有点要求 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表演者 这是一个很小的小孩 她第一次登台 第一次上镜头 第一次有这么多观众来看她跳舞 而且她身上还张满了 她自己不喜欢的一些黑斑 所以我希望待会儿 小女孩出场的时候呢 我们抱以最热烈的掌声 我们都大家站起来为她欢呼 让她感觉到 有很多人都爱着她 让她感觉到自己的舞姿是最美妙的 希望她的精神状态能够更好一点 能够让她的病痛更加减轻一点 好吧 对大家有这个要求 但是大家切记 在孩子上来之后 关于她的病痛 我们只字不提 好吗 来 有请大家都站起来 谢谢 好 谢谢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欢迎小伙伴 五 二 二 三 三 二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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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的名字叫什么 洗澡歌 洗澡歌啊 为什么要跳洗澡 洗澡舞 因为跳洗澡歌能 让我变得更漂亮 那跳给我们看看好吗 好吧 我们再次的用掌声欢迎到的舞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雨节跳得怎么样啊 他就说你跳得好 谢谢大家 怎么了 是觉得身体不舒服啊 不是 那为什么哭呢 你是不是感觉有点害怕 那你干嘛怎么还哭了呢 你应该高兴啊 不实现了愿望吗 因为今天实现了这个愿望 因为今天实现了这个愿望 我们很开心 很开心 你是最大的 你知道吗 你是最漂亮的 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举动 可以让他很开心啊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适合的 你以后还会有好多这样的机会 你只要好好地练舞 我们欢迎你每次都过来表演 你说呢 好不好 你好好练 好不好 然后学会一些更好的舞蹈 然后再来跳给我们看 好吗 好 继续帮妈妈爸爸妈妈干家务 以后如果想要表演自己的舞蹈 给我们打电话 行不行 行 好 不哭了啊 好 给大家谢个幕 会谢幕吗 不会 来 我教你啊 我教你谢幕啊 来 谢谢所有的叔叔阿姨 谢谢叔叔阿姨 我今天的表演到此结束 我今天的表演到此结束 我会好好地学习舞蹈 期待有下一次为大家表演的机会 我会好好地学习舞蹈 期待一下子表演的机会 所以大家要等我 希望大家要等我 好的 好 谢谢大家 好 跟着妈妈回家 牵着妈妈的手 好酷了吧 我确实没有办法对你这个东西 你失败 你要是不死心的话 你去耳眼所 或者儿童医院 这么多小孩的 你再去看看去 如果要是没有办法的话 我的建议就先不处理 消雨节在舞台上的笑容和激动的哭泣 让我们有些许的释怀 可是病情并不传染 却遭受不理解 长期生活封闭的余界 还不知道现在的病情 我们将节目中关于病情的部分